吴大智果然是个老狐狸 他故意东怪西怪,想甩掉我们 幸好我们预先做了准备 乐师小记 给了他一个错觉 以为甩掉了我们 于飞飞二人假装汽车出了故障 停在了路边 吴大智没想到的是 我和夏童仍然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伟位已经甩掉了 我们准时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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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张总 你还叫我张总 当然 你永远是我的老总 放屁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的老子 你就不会在电话里危险 不是张总 我那不是也没办法吗 你这想 我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 我万一被抓进去 我就全完了 你说你要不帮我想个解决的办法 我要是给抓进去 我把不把你供出来 你说呢 是 张总 你说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 你也得给兄弟一条活路吧 我要是不把你供出来吧 到最后顶罪的人肯定是我 枪毙的也肯定是我 你说我要是把你供出来了吧 你肯定会在牢里对付我 我老婆你也不会放过 你说 你说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张总 你肯定在我面前这样想什么 我也是没办法呀 张总你看 你也是个讲义气的人 你怎么就不替你的兄弟 多考虑考虑呢 好 吴大师 我今天就跟你说个明白 想当年你在工地打工的时候 你靠的是什么 是有本事还是有技术 还是会说话 你有什么 难道是你长潇洒 我告诉你 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会有今天 是因为我看得踏实 不玩虚的 你让我放心 就因为这个 我才让你坐到总经理位置 张总 我知道 我也非常感谢你给我 我呸 你感谢个屁 你现在还踏实吗 你让我放心吗 不是张总 你看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我也得活下去是不是 活下去 你给我个理由 你凭什么活下去 说 没有是不是 那好 我走了 那好 我走了 张总 你追什么 我看这风景挺好 做目的不错 张总 你别乱来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究竟是谁逼谁啊 我叫你撑住 你他妈就是撑不住 你他妈就是撑不住 现在谁撑到最后 谁就胜利 陆三要坚持住 陆三要坚持住 他妈 连陆三都不如 是 人家陆三 人家陆三 人家陆三让你打得半死 车子也给烧了 房子也给毁了 他当然什么都不敢说了 好 你再说 你再说 张总 你别乱来 你先把这东西看一看 这是什么 这是杀 杀郑天津时候的录像 这是杀 杀郑天津时候的录像 有录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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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我 我也是 张伟 你别 你别懒了 你再来我跟你翻脸 翻脸 你以为咱们是好朋友呢 什么东西 张伟 我跟你说 我们的交情到现在已经结束了 你也想保命 我也想保命 你别以为你能自保 把我给抛出去 这是偷拍机 你先看了再说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不了 那有什么办法 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吴大师 你为什么要录像 是不是想叫个警察 不 不是 我发誓 绝对不是 那是什么 是 为什么 喂 喂 喂哥 那我就直说了吧 我太了解你做事的原则了 所以我今天 只想求你放我一马 别杀我 这就是我的目的 那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不把录像带交给警察 我就不动你 行吗 动了 动了 现在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暂缓行动 那好 张总 咱们好说好散 以后只要是郑天津案子的事情 就摆脱你了 反正我什么都不会说 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最后就是关去路三那边 千万不能打个缺口 要不我就完了 没问题 你就等着吧 那就谢谢你了 张总 那我就等着 你就等死吧 吴大志 你他妈还跟我讲起条件 我凭什么帮你 是你自己 没有把工地上的事要处理好 现在案子出来了 把我 也连累了 你他妈的还不主动出来承担 还想把我拖进去 居然 居然 还跑来这儿威胁我 我看 你是活腻了 威哥 做了吧 是痛快点还是 别让他痛快了 我要让他慢慢地 悄悄地死 动凉动凉 好像也行过 怎么样 舒服吗 可以啊 你他妈笑是吗 张伟 你他妈毕竟年轻了啊 嘿嘿嘿嘿嘿 还想做大事呢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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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笑啊 吴大师 吴大师 无论你说什么 我今天肯定要弄死你 好啊 你弄啊 不过我只想提醒你一句 像这样的带子 我包里还有呢 而且在我家里至少还有二十盘 今天我一出事 明天带着就到警察局 好啊 要不 我把你老婆一块弄死 行 你去弄了 我肯定你得陪着我一起死 好啊 那我继续 好啊 想起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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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啊 好啊 那好 老吴 今天咱们什么都别说了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好吗 什么情况 张伟他们可能马上就要出去了 他们还有枪 咱们还得跟着他们 我现在通知留队 请求支援 动摇动摇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张伟比吴大志又起高一招 他给我们玩了一个金蝉脱鞘 我和夏童完全没有想到 等我们报告留队之后 就忽略了茶座内的人物 这是我们至今想来 还懊悔的事情 可不得了 我们下山了 我们下山了 我会想去的一招 我们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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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来一起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K 他妈的 他去哪儿需要向你交代呀 起来吧 咱们该换个地方了 牛队长 牛队长 抬动 牛队 不是我拉致 没人 张总 吴大志的家属说 他跟你出去以后一直没回来 我们在寻找他 希望你配合我们 牛队长 我可不是管徐人喜事的 对 没错 吴大志是跟我一起去交啊 可是他自己有事 不知道是淹死了 还是出车祸了 跟我没关系 你们爱怎么查怎么查吧 别再来烦我 别再来烦我 刘队长 你们还想看什么呢 我也是懂法律的 没有证据 你们不能抓人 更不能关人 而且 绝对不能判人 对吧 动摇动摇 北大交发现 吴大志的车 请马上赶去处理 请马上赶去处理 动摇收到 动摇收到 我们马上赶到现场 我们马上赶到现场 还有4个小间 在楼上 一亂给大家 d这样 开餐 4个小时 如今 8个小时 finish 4个小时 2个小时 5个小时 你也欺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队 这事有点蹊跷 吴大志呢 失踪了 这里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徐全亮空车自个儿掉下去一样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鬼 可能是吴大志已经逃走了 要么就是张伟已经对吴大志做了事 事情又复杂了 咱们是遇到对手的 他们又给咱们处理一道难题 对 你看 这河水并不深 不可能把吴大志撑走了 我怀疑啊 吴大志当时根本就不在车里 我们需要确认的 是吴大志的去向 他既然不在这辆车里 我估计啊 他也没有和张伟一起走 咱们还得从 根本的细节上开始讨论 这吴大志最后 是怎么从茶庄走的 我当时和一曼都躲在旁边向你求助 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 我们怕有埋伏 所以没敢贸然地行动 当时张伟和吴大志从茶庄出来 到了外面以后都坐了张伟的车 开走了 我们就跟上了 然后通知你接住他 可是我截住张伟他们之后 吴大志根本不在车里 车里也没有什么武器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只有一种可能 吴大志根本就没从茶庄出来 我看啊 你们赶紧返回茶庄 对 赶紧去茶庄再去看看 好 走吧 我估计他们不会在这儿留下什么线索 我估计他们不会在这儿留下什么线索 走吧 我估计他们不会在这儿留下什么线索 你看 没什么气的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一条警官 我求求您了 你一定要救救大志 他肯定是被别人害了 这是吴大志的爱人张晓英 见了 夏警官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救大志 他们心狠熟辣肯定会折磨他的 大姐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她得多久 多久才能找到她 要知她身体不好 每顿饭都是要吃药的 如果是被别人绑架 那说得了这个字 放心吧 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 去破这个案子 这样 你先回去 等有了消息 我们及时通知你 好吗 大姐 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 你要有什么事吗 我们找张总了解点情况 好的 请稍等 梁旭总 好 你好 师律师 二位是找张总 不用介绍了 谢谢啊 夏通 霓曼警官 张总刚刚吩咐过了 他正在开个紧急会议 他说你们有什么事 可以问我 来 喝茶 谢谢 一门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一趟洗手间 出门 右转 好 谢谢 夏彤 夏你走了吗 徐律师 我们现在正在工作 不谈私事 如果你想知道雅妮走没走 你可以打电话给她 夏彤 我发现咱们每次见面都不痛快 可是这也没办法 咱们吃的都是这碗饭 说得好 我也是吃这碗饭的 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 我觉得 你跟着像张伟这样的老总 而且走得这么近 是不是有点危险 夏彤 你这可就有点威严耸听了 我拿人家钱替人家说谎 我也没瞎编 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什么危险 那就好 希望如此 行吧 问吧 关于张总的事 关于张伟的任何事情 你都是回答不了的 那可不一定 张总说过了 他有什么事 我都可以全权替他回答 好 那我问你 郑天经死的当天晚上 张伟在哪 证人是谁 这个不是早就有结果了吗 那天晚上 他跟王秘书在一块 大家都知道呀 好 那我继续问你 张伟是走着去的 还是开车去的 开了谁的车 按道理 他应该是开自己的车吧 开自己的车去的 好 他是开自己的车去的 那他去的哪儿 王秘书办公室啊 在王秘书的办公室 地方车辆进入市委大院 进门是需要登记的 可我查了那天的门卫记录 并没有登记张伟的车号 也没有张伟的惠客记录啊 像这样的问题 我还有好几十个 你回答的上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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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律师 你有张总办公室的钥匙吗 刚才我这串珠子 不小心散了 完了之后 滚到他的房间里了 一曼警官 是这样的 一曼警官 张总的办公室 没有他的允许 谁都不让进 可是这串珠子 对我意义非常重大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就进去把珠子捡出来 你得把条看着 行吗 公司其他地方随便你看随便你进 可是张总的办公室 我可真做不了主 要不这样吧 我打电话问一下 那行吧 喂 张总 对不起 打扰了 是这样的 来咱们这儿调查的一曼警官 他手上的一串珠子不小心散了 有几颗滚到你办公室去了 他想进去找出来 您看 白川 他想进来 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反正他挺着急的 反正他挺着急的 我知道了 白川 这样吧 我先进来 把桌子上的一包放在休息室里 然后再让他们进来 好不好 好 好 一曼警官 张总有几封私人信件 放在桌子上 先进去收拾一下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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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曼警官 买点赞 先进去 嗯 要不要我替你找 要不要我替你找 不用 帮助你 都找齐了一共十八颗 谢谢啊 不客气 那好 请吧 徐律师 张总什么时候能看晚会 这又我就不大知道了 像他这种例会 我没什么把握 毕竟我不是每天都来上班吗 那你可以问问他呀 一般警官 刚刚因为你朱子的事 我已经打扰张总开会了 现在再打扰他 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那好 请你见到张总的时候 转达一下 希望他能够早一点 配合我们来调查吴大志的事情 我们还会再来的 没问题 一定转告 好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行 我送你们吧 白川 现在出了接踢公司的大门 我觉得 咱们是不是能聊点私人的问题 当然可以 咱们本来就是朋友嘛 得了吧你 什么朋友啊 虚伪 一般警官 你对我不了解 讨厌我是正常的 可是我告诉你 我徐百川还真算是个非常够朋友的人 百川 这么久一来 你对雅妮照顾了很多 我不管你在其他方面 做什么样的事情 但我始终觉得 你是雅妮最好的朋友 出于这一点 我很感激你 也很感谢你 感谢你对雅妮的这份感情 夏童 话不能这么说 你也知道 本来我是想追雅妮的 可是有了你 我知道我不可能 现在我跟雅妮做好朋友 这不是挺好吗 你又在痴癌 撥唔 刚才是不是夏童跟衣曼 妈的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他们也不看看 我张伟是这么容易被扳倒了吗 张总 咱们只要没什么违法的事 他们爱来就来 不用管他们 不行 我得给他们的颜色瞧瞧 张总 咱们犯不着 为了他们 做些什么违法的事吧 什么法律不法律 要是他们半夜被人一棍子敲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 知道了 对 我们一定尽力 一有消息 我们马上通知您 是吗 一定要去 有事儿 好 我们马上赶到 你在干什么呢 你现在身体行吗 行 我们没问题 好 行 我们马上出发 走 不是 刘队 去哪儿啊 吴大志的老婆张晓银 若是有事儿 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走 嫂子 我也不想多说 现在公安查了表情 咱们得合作 要不 老吴也不会安心回来 你说是不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老吴 是不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嫂子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嫂子 我的脾气你也得了解 你可别逼我 张总 我没有逼你 我只是希望我的丈夫 平平安安地回来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 你又老吴回来是不是 你这是故意气我是吗 你明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他要问我要你 你得讲道理 我张伟对你家已经不错了 你可不能对不起我 要不 咱们大家的好处 我本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张总 这个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不敢要 是五大志家吗 是刘队啊 快请进 快请坐 刘队长 张总 坐吧 张总 怎么有兴趣到这儿来了 老吴失踪了嘛 我当然要来看看 慰问一下嘛 张总 我们来做一些案情调查 你有兴趣一起听听吗 不了 不了 你们事情比较重要 我可不敢偷听 咱们走吧 张总 吴大志的案情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到时候 你要配合一下 有些情况 我们还要找你了解一下 好说好说 那这样吧 明天我们去你们公司 怎么样 有时间吗 行 没问题 那这样吧 刘队长 姚警官 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对不起 我想跟姚警官说几句话 说 是这样 我妹妹最近精神不太好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的意思是 您别再跟她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我想送她去外地旅游 好吗 我和她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哎 姚警官 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怎么说了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是办案时间 你要没事的话 就可以先走了 那好吧 算了 什么都没说 好 你先走了 这是张伟给我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我 我不想要 你们拿走吧 二十万的支票 好 雅妮啊 我有事要跟你说 中午咱们能见个面吗 我想去夏通他们家啊 你的事重要吗 重要 非常重要 这事 是关于夏童的 那好吧 好 说吧 我说会重要的事情 我发现我是越来越高尚了 你都不发想象我要跟你说什么 你是大律师 谁能猜透你想说什么呀 高智商 我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呀 以前关心你 觉得是自己分类的事 现在我发现 关心你男朋友也快成为我分类的事 这还不高尚 怎么了 夏童出什么事吗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冒着天大的风险 万一让张伟知道了 他一定会收拾我的 你说吧 我不会让夏童告诉张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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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